喝酒 她說了算 第二版的作品 這實在是太高興了 我們就請菲迪的James 老朋友我們請James來 為我們介紹這一款 不得了的威士忌 謝謝仲哥 然後我們格蘭菲迪去年推出的是 格蘭菲迪葡萄酒風味 然後台灣精神第一號作品 然後今年又推出二號作品 第二號 第二號作品跟第二號作品 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 有三個不同 是喔 第一個是我們取 第一個我們是 那個葡萄酒的葡萄 它的品種是不一樣 去年用的是金香葡萄 我們今年用的是 安寧更厚實的黑厚葡萄 OK 所以 這個使用的葡萄酒桶 它本身葡萄品種就已經不一樣了 對 那個葡萄呢 金香是白葡萄 OK 然後黑厚是紅葡萄 對對對 沒錯沒錯 下次了 好 第二個不同是 我們這一次是用兩桶 那為什麼用兩桶呢 因為我們取材的那個橡木桶 是法國的黃橡木 那法國黃橡木所釀造的葡萄酒呢 它的製成啊 兩桶的製成是不一樣的喔 然後一桶我們稱之為 我們把它取名叫黑厚 另外一桶我們取名叫破冰 那為什麼取名叫黑厚跟破冰呢 因為第一桶啊 黑厚這一桶是它的製成啊 葡萄酒的製成是傳統的製成 第二桶的製成 破冰這個製成是用低溫淨皮 OK 這個方式 萃取的 對 那我們在發酵前啊 會把乾冰啊 把它撒到葡萄汁 葡萄皮上面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乾冰會讓葡萄皮 葡萄汁迅速降溫 那果肉呢 果肉就會結冰 果皮會結冰 對 那有一個物理現象你知道嗎 你應該記得啦 就是 水結冰的時候啊 它的體積會膨脹10% 對 體積會變大 沒錯 細胞質結冰的時候 它會把細胞壁撐破 OK 好 所以利用這樣的原理 撐破的時候 整個果皮 果汁裡面的物質 很容易就被萃取出來 就比較容易流出來 葡萄味道會變得比較複雜 兩個這個 就是跟原來經典的做法 它這個 萃取的方式有不同 難怪叫破冰 就是利用冰來打破這個細胞壁的意思 是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實驗的概念 把它放到 我們這次葡萄酒風味筒 二號作品裡面 然後呢 來呼應格蘭菲迪的實驗精神 也同時呢 展現格蘭菲迪 凌路者精神的一個代表作品 所以是有 這次二號作品是有兩種 兩種 兩種 OK 所以這個原來經典釀法的黑厚有一桶 對 然後新的實驗釀法的破冰有一桶 是 喔 真的 所以品種不同 是 然後再來就是桶樹不同 一個是傳統釀法 一個是現代的釀法 第三個是我們把實驗精神的 也把它放去呼應格蘭菲迪的實驗室精神 就是陳昱浩博士他釀造了這個葡萄酒的酒桶 所以他用了新的方法 也體現在這一次 這個台灣精神風味筒二號作品 沒錯 聽了非常期待 而且這一次 所以這次還是只有兩桶 還是只有兩桶 數量算是多了一倍 但我相信應該還是會比較殺掉 一樣 我們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OK 希望這次我這個下去 我來搶購的時間 不知道來不來來 還是非常謝謝建築 等一下很期待這款酒 謝謝 謝謝 董哥 謝謝 歡迎來到喝酒他說得算了 我是蘇仲 那這一次真的很高興 喝到去年喝過一次 就念念不忘的 這是格蘭菲迪台灣精神 葡萄酒風味筒 那現在是第二號作品 第二號作品呢 這個至少有一件好事 就是它的數量多了一倍 它現在有兩桶 兩桶呢還是不一樣的風格 就是剛剛大使James跟我們講的 一個是經典釀法的黑厚葡萄 過的是黑厚葡萄酒桶 過桶之後為什麼要不桶 我真的很好奇喔 我們現在先來試試看 這是黑厚 黑厚這款酒啊 它有個非常漂亮 像優雅的果香喔 那種莓果 一點一點點細細的 柑橘的味道 聞起來就覺得 這個香味感覺 這味道好像很不得了 我們來看看它喝起來 是怎麼樣喔 哇這個厲害 它有個濃郁的果香 然後那種水果 水果糖的甜美入口的時候 你就感受到一個 這個甘甜的一個甜味的 那種像糖果一樣的味道 但是它水果果香的層次 非常的豐富喔 就覺得一層一層解開來 好像有一個 好像各種不同的水果 在這個在你面前 在你的舌尖這樣流動過去喔 非常漂亮 這個 我相信今天拼飲完之後 大家一定 又跟去年一樣搶成一團喔 這是黑厚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喔 非常好 很濃郁的香氣 我來試試看 這個另外一款喔 這個被取名為破冰 就是採用乾冰冷脆皮的方式 釀造了葡萄酒 這樣的葡萄酒桶 過桶之後 有帶來什麼樣不同的變化 它的香氣 比剛剛的黑厚要內斂一點 比較優雅一些 如果說剛剛的那個黑厚 就是這個很奔放很漂亮 這個像一個很性感豔麗的 漂亮女生 那這個貨冰就比較 比較低調 比較 但是它後面的味道 慢慢延展開來的時候 你還是會聞到那種 柑橘調性的 濃郁的果香 然後 只是它 香氣 所以在我們鼻腔聞起來 展開來的那個路線 跟剛剛的黑厚不太一樣 比較內斂低調一點 我來看它喝起來怎麼樣子喔 真是好酒 真是很好的酒啊 它 它的那種 甜味就不是那麼 一開始就 這麼樣的 的明亮或者是張揚 它比較 比較沉穩一些 但是在後面 在那種 成 成是很豐富的 水果調性之下 它有一個隱約的甜味 然後那種 水果的香氣 最後面會有一些 你會感受到一點 一點木質調性 我會覺得它整個喝起來 一層一層的展開來 就真的好像 那種一些水果的風味 一些糖果的風味 然後最後面有一個 很漂亮的 隱約的回甘喔 我覺得那種 很細緻隱約的回甘 是這個破冰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這兩款真是 都厲害的好酒 這個我是蘇仲 那今天喝了 格蘭菲迪的 這個 台灣精神浦浦酒桶 那很高興 希望下次 再跟大家一起喝 其他的好酒